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新手视频 最近有很多的新手进来了币圈 我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如何购买比特币 今天的视频是非常适合国人去购买比特币的一个教程 我讲的会比较详细 而且如果你是新手 今天的视频一定要仔细看完 因为本期视频会教给你 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 提前促进了一个全过程 我会从这五个步骤挨个的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我们先去第一个 先去注册一个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它这个交易所在国内叫中文叫OE 在国外叫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币安活币 选择OE的原因是它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币安活币 不接受大陆客户了 目前已经 然后它的手续费相对于其他的两个交易所要低很多 它的注册链接和邀请码 我会放在今天的视频的剪辑区里面 有需要的话可以注册一下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佣卡 最重要的你的手续费 可以终身减免20% 也就是相当于打八折 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 然后到浏览器里面打开一下 这个链接呢 需要科学上网才能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注册一下 根据自己的情况 我这边选择中国 然后画长对勾 点击下一步 然后我们注册就OK了 注册完成了之后 填写一下手机号 填写一下邮箱之类的 注册成功之后 我们先登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登录成功 如果成功了 OK就没有问题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安装教育所的手机端 安卓还有苹果 为什么要安装手机端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电脑上面有非常多 乱七八糟的东西 朋友人根本看不懂 就算是来行情了 你有时候你身边没有电脑 对吧 你没有办法去操作 所以呢选择手机端 比较靠谱一点 那手机端如何下载呢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会有一个二维码 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QQ 或者是微信 来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行 然后如果扫码的时候呢 提示被封控被拦截 那有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你就可以用一下你的别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这边可以打开你的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是可以下载的 然后其实你也可以随便的找一个浏览器 然后浏览器基本这边都是带 这种扫一扫的功能 都是可以下载的 其实呢 还有一个方法 点击这边 然后右键有一个更多客户端 打开之后是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呢 这边 点击这里 会有安卓 安卓手机直接点一下 然后下载到这个电脑上面 然后呢 在这个电脑上面上一下QQ 然后手机上面上一下QQ 把这个东西给它 拉过去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安卓手机就那么简单 苹果手机的话会有一点麻烦 因为苹果手机属于是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 才能下载它的APP 也就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 是哪一个呢 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里 Apple Store 这里 然后右上角 这个账号必须是海外的ID 才能下载 那这个账号去哪里搞呢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 中国大陆的ID 不能下载它的APP 然后你可以去哪里搞呢 你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去谷歌 去谷歌 搜索一下 苹果海外ID购买 或者是苹果ID购买等等之类的 这边的价格呢 非常便宜 几块钱一个 呃 退出 点击 最下面有个退出 然后登录上自己的刚才购买的这个账号就行了 登录完之后 就是我这个样子 右下角有一个搜索 在这边我们搜索一下OKX 有时候呢 这个第一个可能是别家的广告 这个不一定 我们不要下载这边写的是广告 然后这边黑底白格 五个白色的方格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这里会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我这边呢 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 可以正常下载和登录的 接下来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设置一定要搞好 给啊 来演示一下 首先先登录一下我们的APP 然后点击左上角这边 点击这边 首先呢 我们先去做一个身份认证 任何的交易所都需要是身份认证的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是大交易所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然后这边有个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向这边 设备验证 手机号 邮箱 动录密码 一定要设置好 这个关乎到我们的设备安全 这边有一个偏好设置 大家默认即可 好 这下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绑定一下 我们的银行卡 为什么要绑定呢 因为我们赚钱了 我们需要提现 要提前到我们的银行卡里面 在哪里呢 来这边 有一个CRC交易 然后选择我的 选择我的之后 这边有一个收款账户管理 点击立即添加 CNAY 然后这边有支付宝 有微信 我的个人建议是 大家选择银行卡就可以 微信支付宝就不要动了 为什么银行卡呢 因为支付宝和微信 只有一个被封了就没有了 但是银行卡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有建设 农业 工商 然后别的一些地方城市的小银行卡 都是没有问题的 银行卡的话 不容易被封控 好说完这个之后 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USDT 怎么去购买USDT 我们先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USDT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世界上通用的货币呢 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 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泰达币USDT 假设我们想去购买一些 GoGo币 比特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英镑美元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虚拟货币的 必须有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这个USDT 出牌了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 假设我有人民币 我有美元 我有欧元 我有英镑 我想直接买比特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 这些货币 先去购买这个USDT 一有了USDT之后 你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 好给大家接下来演示一下 如何去购买USDT 我们先登录上自己的账号 然后左上角选择这边 有一个CRC交易 我们点击进来 进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三个CRC 这个CRC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是哪个商家 你去和他交易 你可以筛选掉一些骗子 然后这个快捷交易是什么意思 就是系统随机的给你匹配 非常容易遇到一些不可靠的人 可能是有骗子 然后这个大宗交易 大家目前用到 所以就不太管了 然后选择购买 选择USTT 然后金额 然后比如说 往他买一万 输入一万 然后支付方式 这边你可以选择银行塔 然后我这边就随便的选了 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看哪里呢 就是看他的成交量 和这个成交率 这个成交量越多越好 成交率越高越好 我们点一下这个华顺 第二个是看哪里呢 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起码也要一年以上 像这种人 一年以上 然后成交单数高 像这种 越高越好 这个华顺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来随便的找一个 比如说 这个 他 他这边就不行了 他这边还没 他也就是三个月 然后像这种人就 不要找了 我们找那个 看一下有没有别的 他也可以 他这边也是一年了 好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购买 我们点击一下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然后点击零手续费购买就可以了 我在这边呢 以截图的形式给大家说一下如何去购买 我们选择CRC 然后选择输入要购买的金额 然后支付方式 然后选择确定 这边很多的商家 然后点击购买 看一下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时间 然后单数成交率 看完之后选择委托单 这边点击购买 购买完成之后输入这个零手续费 还有你要购买金额 他这边会给你发了一个消息 然后有一个付款详情 还有一个消息 我们看一下这个消息也可以 他这个消息呢 基本上是让我们发送一下近期的银行卡流水明细截图 然后为什么是防止我们是来诈骗 去洗钱或者是赌博了一些钱 我们可以把我们近期的这些银行的流水明细给他看一下 比如说等我上我们的银行 然后选择名细 像我们近期的这些名细 来发给他看一下 我们买烟买酒买水果 逛超市点外卖这些名细 给他看一眼 他感觉是没有问题了 然后他就会把他了 这边他的银行卡 他的卡号 他的姓名 然后发给我们 我们给这张银行卡转账就可以了 然后假设你买了1万 你就给他转1万 你买了2万 你就转2万 转账的时候不要被注视 什么买比特币 理财投资之类的什么都不要写 你就是卡号转账就可以了 然后转完之后再点击我已支付 他这个呢是有平台担保的 而且呢商家在平台都是有保证金的安全问题 是不用担心的 好 当我们买完之后 大约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平台这边就会把币给我们 然后呢 我们如何去买其他的币呢 点击这边有一个资产 好 来到了这个页面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是资金账户 我有一百美节 然后交易账户是没有钱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资金账户里面有钱 是说明我们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你如果要去交易交易的话 你需要把你的钱放到这个交易账户里面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就是把你的资金放到这个交易里面 那如何放呢 就是把这个资金放到这里面去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滑转 选择 从资金到交易 从资金到交易 选择USDT 选择最大 点击确定 好 看到了没有 我们钱去交易账户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买币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好 来了这个页面之后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那如何买呢 好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我们可以给他改一下 改成这个市价委托 市价委托 就是以当前的市场价格成交 这个呢 成交的速度比较快 然后呢 我们这边给他拉满 市价委托 然后拉满 对吧 拉成100% 我这边有100个USDT 可以买0.03个以太坊 然后我点击买入ETS 就可以了 那在这边呢 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小伙伴 说我不想买这个ETS 我想买比特币 那如何买呢 你可以点击这里 输入 BTC 然后选择这边的现货 第一个就是 那很多的小伙伴 这边不知道这个东西去哪里找 我想买比特币 那如何买呢 想买一些其他的币 我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可以打开一下谷歌 搜索一下非小号 非常的非 大小的小 然后非小号 然后第一个就是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你需要输入BTC 买以太法 ETH 那像我买狗狗币呢 我们就输入DOGE 好 我们买一下这个狗狗币 给大家看一下 点击这边 DOGE 这边是现货 点击现货 第一个就是了 然后 这边是当前 这个狗狗币的价格 是0.12美元 0.87人民币 那我想买别的 想买这个 ADA 爱达币 好 现货 看到没有 变成0.34了 2块4毛钱 那我们 假设我们现在 买了这个 这个 以太法 我们买了 以太法 给大家 选择一下 ETA 好 买了100个 USDT的 以太法 假设买的时候 价格是 2623 过了两天 我们想要卖出了 以太法 涨了 涨到了多少呢 我们 假设涨到了2723 对吧 涨到了2723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100美金 然后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这边给它拉满 然后点击这个卖出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一个低买 高卖 然后呢 一个卖出了一个操作 那很多的小伙伴说 我这边盈利了 我想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非常简单 点击这边 CRC 这边选择出售 然后你再按照 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假设 这边有一个 这个还行 博弈之美24年 这个就不要选了 这个23年了 还行 23年 然后2万多单 总成交率100% 就找它就行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出售 我们点击最大 比如说我们 点击最大 这边是没有 因为我们的钱 刚才是从资金账户放到了交易账户 那我们现在想卖币呢 我们需要从我们的交易账户来重新放到资金账户 那如何操作呢 这边有一个滑转 看到了没有 点击最大 点击确定 好 然后我们回到这里 这样就有了 然后我们点击零手续费 出售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低买 高卖 然后换成人民币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 是不是操作非常简单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每一次那个服务人多的时候就出喷气背包 喷气背包就会让你抄家的没有体验 为什么喷气背包好圈钱呀 喷气背包你人手都得一个呀 今天你油箱里拉了坨大了是吧 我好 怎么你们油箱里怎么都拉了坨大的呀 兄弟们 这都是咋了 今天好多好多小伙伴反馈说油箱里拉大的了 这油箱里是怎么了 你想学EUKSG跳枪的课程 老铁教教你好吗 去生少侠直播间学KSG跳枪的课程了 还有你 你也想学KSG跳枪的课程 包教会他的兄弟 KSG跳枪的课程 你想学KSG跳枪的课程 老铁今天包教会的 不要不要掏学费的哦 给你们看一下生少侠的KSG有多猛好吧 什么还有个想学KSG跳枪课程的 还有谁 你也想学 你想学KSG跳枪的课程 你想学KSG跳枪的课程 老铁 哎没死吗 哎呦我去 哎呦我去 哎呦不是吧 东西大哥都不动了直接 来我说不了了 来钢枪 让这是什么叫做国服第一步响兵 来 给他再来一波KSG跳枪的课程 呦我去 你这个喷气背包 跳枪 跳枪的课程 来了老铁 哎 我去 来了老铁 哎又空了 生少侠你赶紧进场吧 这都打不准 等等兄弟 我都没用出我全部的实力来 主播开了吗 没开呀 主播是卡60级的 玩KSG就很准 知道吗 很准 就不带空一枪的 看见没 这人肯定在喇叭说 哇 有个 有个抄家的好准啊 大家快来 这才挂哥了 小心点 小心点 往上走 往上走 往上一拉 往上拉一下 哎呦我去 谁来谁死好吧 来 再再先回复状态 不是还敢过来 怎么想的兄弟 来 给你先来一局 给你再来一局 好 来 教学 KSG 跳枪的课程好吧 哎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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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猛啊 这个人 好猛 好准 好准 好准啊 这个人 兄弟们 我去 对面是谁 对面是苏醒吗 太准了 不是 主播怎么这么准了 今天 哎呦赶紧跑 赶紧跑 九迷是我 圈迷 哇 九迷才是个 九迷是关签主播呀 你关签主播说一个 没关签的主播 圈迷 兄弟你笑了没 九迷是官方签约的主播 九迷跟苏醒 他们一批主播呀 一批签约的主播呀 这个你满意了吧 九迷是关签主播 跟苏醒 他们是一批的 苏醒 他们关签 一个月消费几十万 充这个游戏的时候 九迷也领着同样的工资啊 真相大白了 是不是 哎呀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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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迷就跟李峰一样 喜欢打压别人 见不得别人好 非得用这个什么 我跟你说 你他哥的 九迷赶来贡创服吧 赶来这个武区不 我让他见识下什么叫做准好吧 我让他见识什么叫做 KTT跳枪的课程 你就说他敢看我 是不来抓我吗 我操我一个打两个九迷都没问题 他这么明日操作的时候 我操他是没见过 我准的时候好吧 我准的时候他还没出声呢 好吧 我高中用手机玩 三个指头 准的一皮的时候 九迷还在他的出租屋里面当打手呢 好吧 给你们看一下今天我有多好 多很好吗 怎么对冲他的 来你等他过来 让这是什么叫做真的准 直接秒兄弟 你就说这么准的 你见过几个 我靠四个人 亏兵抓我来了 又被针对了 不能不针对生少侠吗 我靠 生少侠别针对生少侠了好吗 生少侠一个农村主播 准的另一皮 那一波吧 我都没想到 我是太忙了 事实证明不适合太忙 不能太忙 不能太忙 得为首一点 修下装备 帮你抢15万的火道 你认为我能抢过 100个工作室吗 咱这个机器还开了两台直播 还开了双双平台的直播 我肯定抢不过他们呀 他们至少有100个工作室在那蹲着了 没有这个工作室比玩家多了 咱们得找一下修理台了兄弟们 帮大哥修一下装备好吧 大哥的装备已经快炸了 帮大哥修一下 主播你就天天玩人家账号 把人家装备甲都打炸是吗 没有兄弟你放心吧 我跟大哥关系好 私下都给大哥鸡精送的 大哥家里炒菜的鸡精 我包了好吧 说白了 大哥亏是不爱吃鸡精 要是爱吃鸡精 我天天给大哥油 偷偷点修复 为什么不穿兰卡 因为咱们四五十几下财 复仇 来我看这是哪个营地 敢这么嚣张 又是个全服第一营地 全服第一营地 哇这声音好大呀 我说呢 我这个 我把这个挡板都打了 其实我不应该打了 因为我出去可能会被人跳枪 能发福利吗 可以 一会咱们发鸡精吧 走 我好武士吗 宰哥 我好玩玩玩兄弟 你好你好 哇兄弟是武士啊 等等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说什么 你同学上我还是 OK呀 升哥你给我等着 我看我能不能抄到你们营地 我直接乱杀好吧 没有 我有那么小学生吗 大哥这头像都是哪找的呀 哪找的头像呀 全都是上影头像好吧 最后一个是啥 吓我一跳 你知道这个表情包是谁提的吗 这是李峰自己提的 李峰自己为了热度而黑自己 然后每次别人发这个表情包的时候 他还说滚 滚 然后李峰黑毛绒容 就是为了让大家去说他和毛绒容有一腿 然后每次大家一说毛绒容的时候 李峰就滚其实李峰后面都笑成花了 李峰都开心死了 就李峰我跟你说 他吃他吃十份外卖 他都不一定有180斤 你说的这个时候他就膨胀了 他就开心死了 他直接就200斤了 不止200斤哦 你说200斤都轻了 直接500斤小瘦子了 化身500斤的小瘦子 就跟你说这个时候 你谁都打不过他 平常疯疯的直播内容 两个小时跳一个半小时箱子 然后为什么他不进土 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硬和服就是跳箱子呢 搞了半年 李峰第一天 为什么直播了两个小时 跳了一个半小时箱子在家 你就不知道的人 还真的以为硬和服的主要目的 就是跳箱子呢 我靠挂哥 你给我滚 这是个挂哥 有意思吗 挂哥 我去啊 飞天哥 我从第一次交手我就看出来了 我的KSC准的一匹 我就不可能说被拿捏 完了大哥 放我一马大哥 放我一马 哇靠 神仙来了呀 这是真的神仙呢 大家有没有想学主播 想学什么 飞天飞天跳枪叫神的 飞天枪叫神的 这家伙会飞天枪 有没有去他的营地好吧 他这个营地直接免费送科技 不是加速 这是百发百中 你们没发现这个人百发百中吗 完了 不是你也蹲起来了兄弟 你打死了我吗 你还蹲上了 你还 你还蹲上了 来 你别你别弄我给他打死 他喵的 厉害 大哥呀 我今天服了呀 我被这个采集羞辱了 他空白名 我操 喵的被羞辱了 我靠大哥别打我 你等我给这个人当杀了 这人你不认识吧 这人羞辱我呀 太恶心了 我靠打不过科技的 打不过这个武士吗 哈这个武士我都要 我掉着打他 我是打不过那个百发百中的大哥 我是打不过这个武士 我不玩这游戏算了 不当主播了 退网了 来 你看他敢下来吧 来 你看 就我这Ki的这准的 那我吓死他 不是大哥你先别管啊 没用 没用 来 你看看露头吧 露就秒 他无人机都没名字 你知道吗 哎 点错了 大哥 大哥你你别过来 我要跟这个武士单挑啊 咱俩 等一会再算好吧 今天必须得欺负 必须今天必须得 拿捏这个武士 来跟他拉开 来视中心打 小子 你气人太甚了 走啦 拉开 再拉一波 再拉开 你看这个武士 他能被我打爆 哎呦 走位 小走位一波 不掉血 直接单杀 看见没 这准度 直接单杀老铁 不是挂哥认识他 我靠会长认识他呀 会长认识他 我靠完了 这是认识的人呀 来 兄弟们 明日之后没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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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科技吗 这游戏没科技吧 都是正常玩家 来 咱们帮忙招个人 帮忙招个人 今天是小陈给我发的任务 小陈给我发了15块钱的地币 说让我来宣传一下这个游戏 我在想 小陈新官商人三把火回归了 咱们怎么来带动这个游戏的活跃度呢 来 我们来带动一下 然后目前大家知道这个叫空白名字的吗 他是一个喜欢 他是一个会飞天的玩家 就说一般你玩这个游戏都是飞不了天的 为什么他营地人是满人 看一下 他营地人为什么是满人 因为他他有绝学 他会飞天 他会飞天顿地 好吧 他轻他轻易不险山不漏水的 给他们看一下 哎我去人呢 人呢 我去你看到没 这就叫功夫 这就叫功夫好吧 哎呦我去 看没跳的都比别人高 这就是这个营地的 这个营地的魅力好吧 所以说想想变强的就加这个营地好吧 这个营地非常强 这个红白名字 想变强的就加这个营地 还有实力的这个市长 没有锻炼身体了 锻炼身 锻炼过身体的 这个营地都会武功好吧 都会康复 都会康复运动 来 有人说没看清 不是大哥 你还能再飞一下不大哥 大家没看清你的功夫啊 没事我不录屏 体质不一样 我去 金斗云 一个金斗云十万八千里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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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实力了 斗云强者 十个 我靠 十个十万年魂环 一百击 一百击魂斗罗 不是一百击魂斗罗 一百击超级大魂师 太有实力了 这里面 我都打不动他 你看 我去 他一枪就可以瞄我 我去又飞 你看他又飞 你看他又急 斗云强者呀 兄弟们 来兄弟们 斗云强者 主播我也想有变强秘籍 变强秘籍吗 那来吧 主播发两个鸡精吧 那不发鸡精了 发个福袋吧 发个福袋 你变强秘籍好吧 发个福袋 你变强秘籍 太强了 太强了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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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跑 赶紧跑 这都是正义的 来制裁我了 我去 你看没 他这个枪是连着的 空不了 摆发摆中 我去啦 不让他知道咱们是哪个营地了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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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你抄到 根本就没机会 没机会获胜了 就两位参与手参与手 变强秘籍 上面 福袋是变强秘籍 我只给自己的粉丝团的 就参加 加入我粉丝团的每天应该都知道 每天都有这个变强秘籍 加入粉丝团的 好吧 不能遇到挂哥了 遇到会长真打不过 遇到这种 摆发摆中的会长 来 只有一次抄家机会了 那个武士 那个武士 你别走啊 你记得联系王 那个武士 打他 武士哥给 枪马相果啊 像挂是吧 包的 OK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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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了 我靠 又是这个营地吗 他为什么能跟随我呀 我两次都抄了这个营地了吗 别来了 别来了 这是越热越卡 谁要 宣哥 你那个号就别变强了 你那个号已经够强了 你那个号不需要借助锻炼身体变强了 有没有需要借助锻炼身体变强的玩家 以上是变强秘密集啊 上面是变强秘密集 能让你比别的玩家跳得高 能让你比别的玩家 跑得更快 偷你家 是你家吗 走 起飞 小陈回来了 没有 其实是玩个梗 小陈 肯定是回不来了 小陈 弄不好都被逆水汗开了 但是他回来的话 可能是当二把手都当不上 小陈现在回来的话 他现在已经是罪人了 小陈回来的话 只能当一个 你知道策划分好几个部门 主策划 小陈是主策划 小陈现在回来 肯定不能当主策划了 小陈应该是 一个分布的小策划 就是小陈如果说工资 原来小陈工资 如果说有个 十来万一个月 小陈现在只能领一万块钱了 小陈只能当小策划 来看一下 哇 这个营地人也不少 哇 这个营地 有个小陈